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只要听到的选出来就可以了 可能虽然出现一些概括性的内容 但是只要平时多听多做练习 其实听力部分和平时一样去准备就可以了 接下来是阅读部分 阅读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今年开始就一直特别难是不是 所以同学们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一定要做好练习才可以 三四部分其实和我们平时做练习差不多 所以同学们在阅读部分其实还是不要紧张 接下来是写作部分 写作部分 4月份同学们一看 好难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题型 而且这样的词汇 但是如果同学们之前看了老师的 创意类型的写作部分的内容的话 肯定会在4月份考出好成绩 因为它是属于创意类的内容 只要找出重点的部分 其实老师觉得这次写作其实一点都不难 特别是题目 只要找出双引号 就能把题目写出来了 那么这次考试老师觉得不难也不简单 按照平时同学们做练习的方法 去努力的 去学习的话 其实 HSK6级考试 对我们来说 并不是很难 那么今天就和老师做一下 练习题 做好5月份考试的准备 老师准备的那还是听力的部分 我们听力要去听的话 肯定会很混乱 而且语速快的时候 找不到重点 所以老师教给大家 今天在答案中 找出重点词汇的方法 阅读部分 还是阅读第1部分 和第2部分 最难的 老师准备了 两道题 这些题 都是今年 经常出现的 类型 所以和同学们做一下练习 写作部分 当然很难 也是 找到最近 这几年的最新的题 我们来做一下练习 找出好方法 去解决写作部分的内容 那么接下来就和老师一起做一下练习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听力部分的 第1部分的第1道题 在这里面同学们一定要记住老师上次教给大家的方法 不要先听内容 而是要先看答案 所以在这里面答案当中 我要找出重点的部分 要找出今天的主要内容 这道题的主要内容 所以同学们一看就知道了 是关于教育的 一看有什么呀 传统教育和在线教育 我们就知道先把A删去才可以 我们要知道 它可能是传统教育和在线教育做比较的类型的题 所以跟没有关系的 先删去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在线教育有两个 其实我们应该把传统教育删去 因为它很重要 所以在答案里面可能出现两个答案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就知道了 找出这个部分以后 才去听 就更简单一点 比如说上次老师教给的大家的方法 要听前后 前面什么呀 在线教育 我们其实就已经把A和B删去才可以 然后再听后面 后面会告诉我们正确答案 什么呀 不断克服 自身笔端 直接选出 休息就可以了 如果不用这样的方法 同学们肯定会出现错误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和传统 相比较的时候 它什么呀 互动性不足 所以 传统教育我听见了 互动性不足 听见了 是不是 必 但是 不是 是什么呀 它和在线教育比较的时候呢 是 传统教育不足 不是 而是什么呀 在线教育的什么呀 它互动性不足 所以同学们 很容易 听错 选错 所以一定要记住老师的方法 在答案中 找到重要主题的部分 把不重要的先删去 这样才能集中 找到正确的答案 所以老师呢 给大家 来准备了两个词 一个什么呢 在线和线上 其实呢 大概意思都是一样 就是在网上的意思 特别是新冠 这个期间 我们一般在网上 做的事情比较多 所以老师觉得呢 一定要把这两个词 记住才可以 来接下来看一下 在线医疗 在网上 我们什么呀 哪里不舒服 可能不能直接去医院的时候 在网上问一问 怎么办 还有什么呢 在线咨询 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网上直接问 这是我们韩国朋友 也是经常 现在 经常用的一个手段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呢 线上授课 线上授课 就在网上听课 最近比较流行 大家都在做的 还有什么呢 营销 营销呢 就比如说 我们在网上卖东西 在中国呢 营销呢 比较 网上营销 是比较广泛的 但在韩国呢 现在可能 不是特别流行 但是老师觉得呢 像这些 在线也好啊 线上也好啊 肯定还会出题 所以老师 把这两个词给同学们 提前准备好 做好练习 那么 阅读也好 听力也好 可能会给大家带了些帮助 接下来看一下第2道题 同学们一看答案就知道 说明文 嗯 说明文 说什么呢 永生花 所以同学们知道说明文 都是一样 听后面的 他会怎么出题呢 基本上 听力也好 阅读也好 他是这么出题的 首先 单一 单一什么样 颜色只有一个 他经常会说颜色的问题 颜色只有一个 但是听 或者看的时候 颜色有很多 所以老师给准备了两个词 一个单一 只有一个颜色 还有是 斑斓 斑斓是呢 最近经常出现的词 但是他不会出现 这样两个字 而是出现什么 五彩斑斓 或者什么呀 色彩斑斓 就说 有很多颜色的意思 同学们一定要把它记住 听力 阅读 经常出现 所以呢 我们就会知道了 颜色 虽然这个字 不知道 色 但是只要知道色 就是什么 颜色的意思 颜色 单一 什么就只有一个颜色 还有什么呢 色色彩 单一 也是 颜色的意思 所以不要去记词 而是要去字 只要色 这个字 就知道 是颜色的意思 那么他出现单一的话 肯定内容呢 就会反过来 什么呀 有很多颜色呀 在这里面出现了什么 丰富 但是其实丰富呢 韩国朋友 经常 蓬布哈达 但是老师觉得呢 是多的意思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只要丰富出现了是多的意思 营养 丰富 营养很多 那么什么呀 颜色有很多 那么肯定 不是正确答案 所以他会用 这样的 出题方法 第2个什么呀 要一定要小心 就是数字 嗯 数字 他为什么要用数字 出题 答案中是 两年 但是呢 我们来看一下 内容当中是几年呢 三年 所以呢 他会数字 出题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小心什么呀 数字 数字 第3个什么呢 手感是听到了 手感是听到了 但是差 是不好的意思 但是内容什么呀 和鲜花 无异 没有什么区别 是一样的意思 那么就知道 啊 他 也不是正确答案 啊 原来是 这样出题的呀 所以同学们要在答案当中 找出 重点的部分 所以同学们 小心的就是什么呢 第1 就是什么呀 一个 颜色 颜色呢 一个颜色 还是很多颜色呀 第2 数字 是不是一样的呀 第3个 是不是 意思是相反的呀 这样找的话 就能知道 他到底是怎么出题的了 但是老师还是建议同学什么呀 把听到的词直接选出来是最方便的 因为在这个题当中也是 复杂 工序 加工 他可能在顺序上不一样 但是 词呢 肯定会告诉我们是一样的 什么呀 啊 复杂 工序 加工 顺序有点不一样 所以同学们不要什么呀 看答案 一直看 是要看词 一定要看词 这样 复杂听见了 选出来可以 或工序 听到了选出可以 加工 听到了选出来 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 这道题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这两个词 这两个词 是最近 不仅是最近 一直经常出现的 一些出题的 表达方式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把他做好练习 接下来老师给大家听理第二部分 听理第二部分 老师一直强调的就是什么呀 主持人的话 主持人的所有话不是 什么呀 第一句话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老师一直强调说 第一句话 一定要找出 嘉宾 他是 做什么的 因为什么呢 他肯定会在 第一句话 介绍 嘉宾的 职业 那么 第一句话 他 答案肯定会什么呀 第四个 或者是第五个 有的时候出现在中间 很难 所以同学们要记住 顺序可能会 混淆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 主持人的 第一句话 听好 找出嘉宾是 做什么的 来看一下 今天的 在这里面 我们不要所有的都去听 只要听什么 探险 运动 探险 特别是听到一个词 不到 但听到两次 以上这个词的时候 就一定要注意了 它是今天的 重点部分 所以如果我们 选不出来 答案的时候 可以什么呀 跟探险有关的词 选出来就可以了 比如说看一下 这道题 它是25题当中的 第五道题出现的 根据 难道 下列哪项正确 这样的问题 是最难的 所以呢 我们肯定要找到 答案当中 要找到 跟他 做什么 职业 有关的词 欧摩 在哪里 来探险 就直接把 选出来 就可以了 因为呢 我们当然能直接听到它是干什么的是最好 但是偶尔会听不到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找到 嘉宾是做什么工作的 然后根据工作 再去选择答案的话 可能会简单一点 那么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老师今天说的话 主持人的 第一句话 介绍嘉宾的 一定要把它听清楚 接下来看一下 不仅仅嘉宾的职业 如果出现什么 嘉宾 以前 做什么的 那个也是很重要的 也是最近经常出现的提醒 再看一下 在这里面也是 第一句话 但是第一句话 除了职业 一定要小心什么 他以前 做过什么 以前做的工作 和现在工作 不一样 就像我们知道的 马云 马云他以前是在大学教英语 但是呢 他创建了阿里巴巴 当然 他以前是教英语的 所以我们 一定要记住 关心的话题 他以前做的职业 和现在的职业 有区别 比如说这道题 主持人 第一句话 告诉我们了 你之前 之前什么意思 以前的意思 那么就他现在不是 他以前什么 作家 他以前是作家 所以同学 一定要记住 他可能 就是答案 而且他什么样 在顺序 会出现 问题 那在这里面也是关于 R15T 这个女的 夏令 相识 证券 那肯定是跟他 职业 有关的 答案才可以 那在这里面 我们就知道了 以前怎么样当过 左家 直接选出 戏就可以了 经常这样出题 所以同学们如果真的选不出来的时候 可以找 他也是一个什么样 小技巧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听力第二部分 主持人的 第一句话 特别重要 因为他会告诉我们 嘉宾的职业 所以我们根据嘉宾的职业 听不到内容 可以根据嘉宾的职业 选出 答案也是可以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3 听力第3部分 同学们一直都觉得很难 所以 一定要什么样 慢慢的 仔细的 去听 那么在这里面 一定要注意的什么 最近经常出现什么 就是 反过来问我们的 不是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像这样的答案 像这样的答案 都什么 词 那么肯定会什么 两个听到 我们选择 第2次听到的 3个听到的时候 听不到的选出来 这也是知己老师讲座 告诉给大家的方法 这个方法 在今年每个月都出现了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做好练习 如果听到三个 特别什么呀 答案当中 有词汇的 肯定是 三个当中 让我们什么呀 没有听到的选出来 因为答案什么呀 不是 反过来问道 所以这双鞋的特点呢 是什么 不是的 选出来 在这里我们看一下 第1个什么呀 环保 我们就知道了 先把环保选出来 第2个听到什么呀 成本低 第2个听到了 然后第3个什么呀 奶高温 它总共有这三个 特点对不对 所以我们之间 没有听到的 把它选出来 就可以了 老师再教给大家 如果听到三个词 那么 听不到的那个词 才是正确的 最近就出了什么 选选水果呀 蔬菜呀 还有什么 一些地方的特色菜呀 像这样的呢 同学们一定要小心 而且是每个月都会出现的 来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也是上次老师给大家出现的 我说了 虽然听力第2部分 第3部分 内容很长 答案也很多 但是呢 他会给我们机会 如果我们听不到的话 5分钟 让我们可以去检查的时间的时候 我们没有听到的 可以跟他的关联性 选出正确答案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上次老师教给大家 一定要注意数字 对不对 第2个什么呀 答案之间的 关联 它是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可以听不到的 选出来 比如说在这里面 我们就知道 听到了一个数字 什么呀 59% 59% 老师说了 数字听到的话 选什么呀 大 小 高 低 多少 对不对 在这里面出现什么呀 高 直接选出来就可以了 但在这里面 最重要的词 总共有三个 一个什么呀 考研 考研究生 咱们就知道了 考研究生 人 很多的意思 然后第2个 我们就知道了 慢就业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5级也经常出现的 为什么呢 我们不着急毕业 准备好了 我们再去找工作 特别是最近的有很多公司呢 找不到职工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面 慢就业是第2个 慢慢的找工作 就业 就业 是重点 那么大学生毕业呢 或者考研究生 或者什么呢 就业 但是最近流行 慢就业 后来我们在一直听的时候 一直听到什么 就是就业的问题 那么就知道了 找工作的内容啊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就知道了 32题当中 找工作的内容 只有什么呀 c 选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再看33题 啊 慢就业 最重要 选出b就可以了 老师说了 听力也好 阅读也好 答案当中 一定要注意名词 因为名词 它是不会变的 他会在什么形容词 或者动词呢 动手脚 把提出的很难 所以不要去都听 比如说 慢就业 现象 愈加凸显 看都觉得难 听怎么能明白呢 而且答案 他说什么 日益显著 不一样啊 如果要这么听的话 同学们肯定 选不出答案 但是呢 只要找到重点的名词 或者主要的内容 其实听力第三部分也好 第二部分也好 都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 听力部分 一定要听名词 一定要听名词 然后呢 小心动词和形容词 还有什么样数字 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阅读的第1部分 以前老师教给什么呀 什么廉词呀 还有没有什么主语呀 没有 比如说没有位语呀 像这样的内容 但是最近 经常出现了两个提醒 老师要教给大家 第1个什么样 重复罪语 什么要重复罪语呢 两个意思 相同道 在一个文章当中 出现了 像这样的体型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难的 所以呢 有一定汉语水平 或者是什么呀 了解正常的一些语法 还有词汇和表达方式的同学 才能做好阅读 第1部分的题 如果 我只想考 180分 合格就可以了 第1部分呢 是不是省略比较好一点呢 因为确实很难 没有经常 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一定要找 才可以 在这里面同学们要知道 任何和什么 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像这样出题呢 要把它删去一个 但是如果任何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那么这套题 是选不出来的 任何 那么在这里面 无论在任何时候 或者什么 无论在什么时候 是一样的 所以要去掉 一个 才可以 所以呢 这是最近出现什么呀 重复的 内容 重复内容 经常出现 同样的词 所以如果 有水平 或者想得高分的朋友呢 一定要 小心 这样的类型 才可以 接下来看一下第2个 第2个也是 最近经常出现什么呢 搭配不当 如果说搭配的话 要需要什么很多词语 还有什么很多搭配呀 还有什么动词和谓语呀 像这样的 我们都要掌握好 那么在这里面 老师出现了个 经常出现到什么呢 倾听 倾听这个词有点难 但是呢 两个字 只要我们知道 一个字是什么意思 就知道 这个词什么意思了 什么意思 听的意思 那么 我们知道了 主为宾 那么谓语是 听 那么 宾语是什么呢 一定要听到什么声音 对不对 那它是什么 美景 美景和风景 那一样吗 不一样对不对 所以呢 风景是要看到 听到什么呀 听到声音 对不对 所以这道题呢 搭配 不当 错误的 而且最近呢 非常喜欢 这样的提醒 很难 不像之前老师说了 刚才也说了 以下呢 能选出来 很少 基本上都是需要我们 分析里面的内容 还有什么词语的构造 所以比较难 同学们一定要做好练习题 才可以 接下来看一下 阅读第二部分 阅读第二部分也是很难的 但是最近喜欢什么呀 出一个字的 考了什么 选量词 选动词 像这样的 比较多一点 所以老师教给大家个好方法 同学们找重点的时候呢 总是找到错误的 这样的选的话 肯定会很难 比如说 像在这道题当中 第2个词 是一个字的 我们肯定会选 风 那么吹风 也可以 随风 也可以 挡风 也可以 刮风 也是可以的 当然选不出来了 如果看到其他的词 也会很难 那该怎么办呢 其实同学们找 终点 找错了 他不是风是终点 而是看什么 前面 这两个 手 手 同学们都知道 在汉语当中呢 不手是很重要的 那在这里面 手的不手是什么呢 是这个 所以 所有的动作呢 都是用 这个不手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在看一下 啊 有这个不手的 就知道 把它选出 C 就可以了 特别同学们 千万不要瞧不起 挡 挡 虽然是五级的字 但是 今年经常 出现这个词 什么词呢 就是六级的 遮挡 嗯 遮挡 所以它两个字 只要挡呢 挡 那么遮挡 也是一样的意思 但是遮挡呢 连续几个月 一直出现这个词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把它记住 才可以 只要 我们知道了 经常出现的词 或者字 应该怎么去解决 第二部分 其实并不难 接下来老师接受一个四字成语 也是最近 刚出现的 那么四字成语的同学们不要死记硬背 如果去背的话 很快就会忘了 那该怎么办呢 哦 在这里面 一体 我们就知道了 很浅 那么 一体 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是有两个 成为一体的 对不对 两个在一起 所以在这道题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看到这个四字成语的时候 看看有没有这个字 就可以了 人和灯 一体 像这样的表达方式呢 是经常用到的 特别是最近呢 浑然 一体 听力 阅读都喜欢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这两个词 才可以 还有刚才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 一定要找出部首 部首选出来的话 可能会 简单一点 接下来看一下 62题 62题 剧本上 是中国最近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款游戏 喜欢的一款游戏 所以我们对这个不太明白 也不太理解 但是呢 老师通过这道题 告诉大家 最近出现的一个新词 什么词呢 就是共鸣 在这里共是什么意思的 一起的意思 鸣呢 是什么 一起叫 其实那个根本就不是说 一起叫的意思 而什么呢 我们有什么样 共同的什么 空干 嗯 有共同的感觉 这个词 听力 阅读 也是今年经常出现的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把它记住 共鸣是今年经常出现的一个词 如果我们知道共鸣的话 就能直接把它选出来 因为什么呢 它的搭配什么样 产生 共鸣 谁和谁 有空干 还是的 产生共鸣 作为搭配选出来 所以同学们直接 把它选出来 就可以了 老师说了 题 不重要 答案才最重要 答案当中老师教给的词 有没有 然后呢 根据这个词 再去找他需要的一些 跟他搭配的词 或者字 那么选阅读第2部分 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题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写作部分 哇 今年的写作 真的对同学来说特别难 为什么呢 其实同学们不知道怎么去抓住重点 不知道该写些什么 去看些什么 所以老师教给大家 简单的方法 首先第1 一定要记住 6级写作呢 是继续文 继续文什么呢 写人 写事的 所以跟人和事 没关系的 都不要去看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阅读时间 只有10分钟 这10分钟了 从头看到尾 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写 要写几个字呀 400字左右就可以了 其实1000个字不用看 只要看400个字就可以了 所以同学们 平时呢 写 不如什么样 多 去练习什么样 快速看 该看什么部分才可以 今天老师教给大家 第1个方法 就是什么呀 一定要找出 人物 什么人物呢 有关联的人物 那么在这里面一看 好难对不对 但是同学们 一定要找出人物才可以 在这里面出现人物怎么样 一个是父亲 还有什么呀 奶奶 这两个 人物对不对 那么这第1个段 都不重要 把它删去 看都不要看 所以我们要找出 以 父亲和奶奶 不重要 父亲和主人公 奶奶和主人公 之间的关系 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选出比较简单的词 那么缩写起来 就比较简单了 比如说第1个 在这里面 蔡国强 就知道是主人公的父亲 热爱 很简单 特别是 一般名人的故事 非常喜欢 热爱 很喜欢的意思 热爱什么 书法和国话 也很简单 也很简单 把它写下来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里面 很难的什么呢 他 从小 受到了 熏陶 这个词 很难 那该怎么办呢 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要说 父亲 那肯定 父亲 给他一些影响 对不对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老师教给大家的表达方式 受谁的影响就可以了 不要把难道 直接写出来 记下来 要什么 前面有父亲的话 那么主人公肯定会受父亲的影响 把他记下来 把他记下来 那么 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所以他小的时候 儿时很难 所以变成什么 小时候就可以了 小时候 他怎么样 他就开始 学习 在这里面 素描 经常出现的词汇 一定要记住 画画 对不对 那在这里面 就可以了 不要再写了 一定要看什么 奶奶 在这里面 出现奶奶以后 一个一个 不要去记 奶奶 给主人公 什么了 那么在这里面就知道了 奶奶在他很小的时候呀 就认定 认定什么 一定的意思 他将来 一定会成为 艺术家 那我们就知道了 奶奶和主人的关系什么呀 认定 一定的意思 就是什么 相信的意思 同学们一定要把相信这个词记好 那在这里面就出现了 奶奶相信 就可以了 这么复杂的内容 我们就只能找到 人物的 关联 就可以把内容 简单的 表达出来了 在这里面看一下老师所写的 蔡国强的父亲热爱书法和国画 很简单直接记下来 男的换成 蔡国强受 父亲的影响 所以他 小时候开始 学什么呢 素描 如果觉得难 画画也是可以的 接下来 在他小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 奶奶相信 他 直接 缩写出来了 一直相信他 是什么呀 将来一定会成为 成为什么呢 艺术家 把它记下来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找到人物关系就知道 主人公是 父亲的影响 学习画画 主人公的奶奶相信他 一定会成为 艺术家 后来呢 肯定会什么 奶奶鼓励他呀 父亲鼓励他呀 肯定会出现这样的内容 因为毕竟呢 有名人呢 肯定为旁边的人支持呀 鼓励呀 这样的词 也是在写作 经常出现的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把今天 老师教给大家的方法 运用好 那么写作问题呢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 难处 接下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呢 就很难 但是一定要记住 是继续文 但是继续当中呢 一定要记住 抓住什么 时间 地点 和人物 时间地点人物 因为什么呢 我们继续问都是 什么呀 有六要素吗 在这里面就知道 时间什么 早上 就知道星期六早上 如果可以九点半写也可以 不写也可以 数字 很难记 所以省略 可以的 那么在星期六早上的时候 在哪里呀 顶影院 先找出 地点 然后我们再找出人物 人物呢 有谁呢 有观众 但是一定要记住 观众 这个词 视力障碍者 他是这次的 重点 视力我可以 但是障碍者 我不知道 但是后面的内容 会告诉 我们什么样 这个视力障碍者 什么样 盲人的意思 眼睛看不见 眼睛看不见 最近经常出现 什么样 障碍人 像这样的什么 一些盲人 还什么 腿 节肢的人 像这样的体 经常出现 所以这样的人物 我们要小心 如果不懂 别着急 下面会告诉我们 是盲人 所以把盲人记下来 也是可以的 接下来看一下 然后在这里面出现 人物什么 志愿者 只要把人物 记住 一个什么样 盲人 一个是志愿者 其实呢 会有什么观众 志愿者 也是可以的 但是今天的观众 比较特别 是这次写作的 重点的人物 盲人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虽然很难 对不对 那在这里面 凯老师 在周六的早上 时间 那么出现地点 我说了地点的什么呀 有一家 量词一定要小心 有一家 电影院 也是可以的 如果特殊的 写下来 更好 但是如果 有一家电影院 也是可以的 放映着动词 然后什么 电影 当然电影院 放映着电影 如果放映着男 那么直接写 就有一家电影院 就可以了 也是可以的 那在这里面出现了什么 观众 观众在这里面出现了 是 作为说明 说明什么呀 是 视力的 障碍者 如果视力障碍者 觉得难 我们可以换成什么呀 刚才老师说到 盲人 也可以 在这里面 换上盲人 也是可以的 然后 志愿者 加上他的 量词 一位志愿者 正在 他过一大 再怎么讲述着 如果难 再讲 也是可以的 讲什么呢 电影里的 情节 这样的把它缩写起来 就更简单一点了 所以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 一开始 给我们介绍人物 或者 一开始 给我们介绍时间和地点 所以千万不要 这怎么这么难呢 找到重点的部分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比较 轻松愉快的 阅读文章的 接下来看一下 一般的生活的小故事啊 会出现什么呀 很多对话 出现对话的时候呢 我们该怎么办 才能更简单的缩写呢 所以老师也教给大家 缩写 对话的方法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看 像这里面概括对话的内容 因为对话很多呢 都不要去写 只要记住什么呀 继续文的部分 那么对话 我们就简单的 把他知道大概的意思 去理解了以后 缩写 最好的 那么在这里面 老师以前教给过大家 像这样的 时间词 和什么数字 一定要小心 基本上都不要去记 是最好的 找着人物就可以了 这个主人公的 儿子 杨芳兰 还有杨仲果 这两个人 那我们知道了 这道 内容是 两个人的内容 中间 上初中 上初中 在这里面 所以呢 一天 时间 什么时候呢 就不用 放学很难 上去也是可以的 一天 儿子 回来 跟母亲 抱怨 在这个抱怨呢 是五级的词 但是呢 在六级写作经常出现 因为继续文嘛 我们生活的时候 肯定会有不满 那么会抱怨 那在这里面抱怨什么 哎呀 初中老师好严格 要求我们一天写日记 很难吗 不难 所以把它记下来是最好的 啊 抱怨的老师让他们每天 写日记 像这样的 我们就知道了 重点什么呀 写日记的故事 就可以记住了 那在这里面 哎呀 想把我们累死呀 嗯 不重要 最重要什么呀 写日记 那么在这里面 这个主人公 听儿子的话以后 哎呀 不可以 写个日记多累呀 不就是动动笔的事呀 不明白 没关系 我们接着看 你以为写日记容易呢 那你怎么不写 也很难对不对 所以同学们像这样的对话呢 就不要全都看了 最重要什么呢 每天写日记 出现了 所以怎么 到时候我检查 而且最重要什么呀 这个妈妈说什么 没问题 答应他了 那么在这里面 我就明白了 原来主人公抱怨老师 很严格 让他每天写日记 但是呢 母亲觉得 不难 和儿子一起写日记 一定要记住 大概理解了 我们就应该缩写成什么样呢 主人公的儿子 出现了 然后上初一 如果不懂的话 上初中 也是可以的 那么一天出现了 主人公的儿子 抱怨 直接告诉我们 不用跟谁抱怨 抱怨 什么 老是要求他们 每天 写日记 重点 抓住了以后 嗯 写日记 所以呢 杨芳兰出现了 老是教给大家的 认为 在一般对话当中 是主人公的想法的时候 认为这个词 或什么 觉得也是可以的 谁认为谁觉得 像这样的 一定要把它记住 对话文当中 如果要换一下 那么基本上 觉得和认为 他的想法 对不对 认为什么呀 写日记 不难 不是很难 同学们都可以理解的 然后 于是 写作经常用到的 连词对吧 连接结尾 告诉我们 他 答应 和儿子 写日记 把他 这样缩写下来 就可以了 其实对话文呢 我们不要把它 全都 记下来 只要大概 理解内容 我们直接 写下来就可以了 里面的内容呢 其实除了对话以外 很简单 主要是主人公和儿子 一起写日记的故事嘛 所以一定要记住 重点是什么呢 首先是 母亲 还有儿子 写日记 这三个重点 就可以了 所以呢 同学们呢 一定要记住老师教给大家 今天的写作的方法 那么写作的问题呢 其实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难 慢慢的去做练习 肯定能够考出好的成绩 那么今天呢 讲座呢 就到这里了 刚才老师教给大家 几个方法 同学们有没有学到呢 希望同学们能够呢 把老师的 教给大家的方法 运用好 充分的准备 参加 5月份 HSK6级的考试 如果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 视频的下面 可以给老师留言 那么老师也会给 尽快给大家 解答 同学们的 疑问 那么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吧 再见